民進黨現在 為著世界潮流要拼台獨拼反中 搞得兩岸硬碰硬 這個對台灣絕對是不利的 所以我想說 呂秀蓮副總統應該也有很強的 體驗跟感受 我想要各個候選人 這個候選人的做法 這個沒有什麼意見 您說他比較像選總統 不像選市長 因為有人說叫他去選總統 我覺得也蠻好 他去選總統來 丁手中來當市長 絕對也能夠讓台北更振興 更繁榮更發展 委員怎麼看 就是說馬英九抵合養綠 這個概念 現在運行前 什麼原因 那你現在是 我覺得這個 核能對我來講不是神主牌 能源政策 我支持的是乾淨安全的能源政策 它只是一個公共政策的選擇 過去我反核四 是因為核四有安全的疑慮 但是我也支持核一核二核三 所以說在這方面 核能對我來講不是 反核四對我來講不是神主牌 那我支持乾淨安全的能源 如果說能夠經由 這個大家用公投的方式 來選擇我們的能源 我覺得這未常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可是